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继北京法律学者知名的维权人士许志勇 周二被中共当局拘留后 北京公益组织传之行研究所 也在7月18号突然被取缔查抄 有分析认为呢 这起事件显示中共当局 对于民间的维权运动的打压加剧了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报道 北京传之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 所长郭玉陕证实 民政局的20多名人员 当天上午突然到办公室宣布所谓的取缔 并还搬走了600多本资料 还有办公室用品 郭玉陕表示 中共当局的这一行为非法 他们会诉诸法律采取回应措施 郭玉陕认为 传之行研究所被取缔 可能与许志勇事件有关 他说呢 在此之前 他本人就因为许志勇事件 已经被软禁在家两个星期 那么传之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成立于2007年 主要是致力于调查研究 社会转型过程中 有关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 主要涉及税制改革 公民参与等 那么创办人郭玉陕 曾经参与帮助过 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 和2008年毒奶粉事件 以及2009年的 邓玉焦次官等事件的维权活动 传之行也成为 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中的重要组织 北京法律学者许志勇周二被中共当局 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刑事拘留后 那么关注事件的中国大陆维权人士 也遭到了当局的打压 7月18号 许志勇的代理律师刘卫国 带着委托书到北京市第三刊手所 要求会见当事人 但是遭到警方拒绝 刘卫国本人还被带到派出所问话 目前刘卫国已经被山东国保人员 限制自由 大批的中国大陆维权律师 已经连夜前往声援 当天还有数十位 曾经受到过许志勇帮助的 访民还有维权人士 他们前往看守所 给许志勇送钱送物 也被守候在看守所门口的警察抓捕 许志勇2003年 为孙志刚事件维权而闻名 近年来参与呼吁官员财产攻势 教育评权等维权活动 而被视为是 中国公民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 7月16号 湖南省长沙市有200多名广告从业人员 因为不满政府强行拆除了 街上的大型商业广告牌 影响他们的生计 而集体上街抗议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示威者手持着 吉米昌的维权横幅 一边高喊口号 一边沿路示威 这期间与正在拆卸广告招牌的 城管人员发生了冲突 当局随后就派出了几十名的警察到场 以暴力驱赶示威者 过程中十多人被打伤 多人被带走 一人被拘留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进门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